在运通 大家好 欢迎收看 齐古章 我是黄培硕 大盘这个地方我们是主张说 这个地方有机会是一个中线的关键转折 中线的关键转折 虽然说它今天因为美股所谓的一个重挫 开低下来跌了两百点 后来拉上升来跌一百点 整体来看 特别说整个架构 这个地方有一个结构 特别说这个地方的结构到底 它有没有机会 它是一个推动往下的架构 如果不是的话 当然就是我们说的 它应该很有机会是出现一个中线的关键转折 我们还是主张说 它这个结构应该是一个区间震荡 是一个区间震荡 当然这个地方就相对低 相对低 前几天一个低点 离拜一一个低点 开始一路往上涨到昨天 今天一根杀下来 这个结构 等到我们从起步来看 重点就是观察这一段 这一段它有没有机会 它是一个推动往下的一个结构 如果说排除它是一个推动往下的结构 当然虽然说今天一个拉回重挫的话 应该也是没有改变说 它这个地方还是有机会 它是一个中线的关键转折 中线的关键转折 这个地方 好 那你看 我们从细维波来看 这个是大盘的小时线 最后一个是从1770这一段 就是这个地方下来 因为你这个 这个我说它整理往下震荡整理结束 现在往上 现在这一段下来 当然是担心说这一段的话 如果说它一个 因为这边反弹结束 你这一段如果有一个推动往下 那当然就一路往下 那如果这一段它不是推动的话 那你这一段走完 你这一段往上 就在一个B波往上 B字A B字B 你还有一个B字C一样 所以你这个地方 对不对 头部你这个地方 只要它这一段的话 它不是一个推动往下的脉动的话 这个地方应该 它就是一个中线的关键转折 好 那我们来看 重点就是这一段 这一段它是一个推动往下 如果这是大盘 这大盘 它应该很明显 它是一个三段式的 它是一个三段式的 你如果说它推动的话 那这边有一组 那你弹回来 那你等于是这边要开始扩延 你这一段推出去 你这个拉回来 第一个时间也太长 第二个拉到幅度 这种架构 你说从这边开始往下 去推动的可能性 其实是比较低 是比较低 就是你去 把它的那个整个 细微波的结构 把它解析清楚的话 这个地方是比较不像 是一个推动往下 是比较不像推动往下 我们从期货来看 也是这个样子 总共期货来看 这三月二十一号 我们定量去给大局间震荡 16695 118583 大盘也是18619 1716764 当然这样一定掉之后 就是实物操作 就是你一段一段来操作 一段一段来追踪就好了 因为有时候它每推一段 像这种往下推 推一段它就有个完整结构 什么叫完整结构 就是一个12345波 结束以后它整理一下 然后转向 这个转向的过程 当然初步会还会再反弹 这个再买到往上 177过高还是1v4它下来 下来到了哪一天 到了4月18号这个结构 我们才定掉说它这个地方 是有机会出现一个叫中线的关键转折 为什么4月18 因为最后一段跌下来是从17352 17352它这边有五小段 五小段这边也拉长大概也不会扩的 所以有机会往上 4月18号这个地方往上 所以我果然就往上 到了这个结构还是也要往上 所以我们是会去布局一些多单 16963163 这个买得还不错 当天就100多点 隔天200多点 到1722到昨天 1696316960买 这边是1722昨天 当然我们这个单子本来是预期要报波段 预期要报波段 好的 因为我们买的点很漂亮很低 它一路往上已经赚200多点了 所以我们会沿途一路往上挂那个停立单 当然停立单昨天夜盘是被点到了 点到没有关系就还是一样了 获利下车 获利下车完了今天中错 今天中错其实一样 我们还是会主张 他拉回来整个是什么 整个是再来一次 我们还是会布局多单 我们还是会布局多单 今天这个事业的昨天到17222 今天好 今天这个结构 因为这个小时线 15分钟线已经太长了 我把它印成小时线 因为今天有一个重点是 你要分析这一个脉动 它这种结构会不会是一个推动往下 就是我刚刚大盘跟你分析了 其实这个地方我们还是主张 跟4月18号的主张没有改变 4月18号我们是主张 这地方是一个中线的关键转折 没有改变 虽然说它今天重错下来 又来到16823 就是它差十点 这16813 这边16823 那这个结构 怎么说这个结构变成这样 你说 我说这个地方从1771 这个地方它是这样 类似是一个三段式的 类似是一个三段式的 那你三段式的下来之后 对不对 好 那你现在弹回来 你说这一段扩原 开始推动然后往上 第一个也弹了 第二个也太高了 第二个这个就不太像是一个12345谱 不太像 所以我这边把它画红线 它应该是怎么样 还是一个整理形态 还是一个整理形态 然后这一段 那它今天下来 所以这种红色的就是说代表它应该还是整理结构 那整理结构 一样你这个往下在这个地方 今天来16823 一样我们还会倾向往上看多 就是说它这个一个中心的关键转折 应该在这一区的话 应该没有改变 没有改变这整个架构 那你说如果说这一个推动 那这边一直整理一直整理 它整个一个复式整理当然也OK 都OK 就是说变成说它这个地方 它是往下推动的可能性会比较低 会比较低 那美股的部分的话 也一样我们也是维持之前跟你谈 它其实还是在一个区间震荡 还是在一个区间震荡 那尤其像这种今天的结构 这种是小时线 你这个因为你当下 这种其实这个结构 这个一大底 然后一路上来这边 连拉了一二三四五根红磅 小4K啦 小4K线的 其实它你注意看 这个地方 怎么会有拉近的这个地方 它是连拉了五根红磅 头部这种结构很有可能一个到底 然后慢慢慢慢一路就拎拎上去 一路一路拎上去的结构 好拉远谢谢 这个结构 当然今天这种一直往下来 当然你就要注意说它 它会不会是一个推动往下 那我们仔细来评估 仔细来看 包括比如说一些细微波的脉动 整个盘中的一个盘式的一个脉动 然后包括整个K棒 看来日K小时K 然后15分钟K看来 是不向往下推动 好那既然不是往下推动的结构 那就秉除了它不是一个推动往下吗 好那就是维持一样 这个架构就是我们之前跟你谈 它这个地方还是有机会出现一个中线的关键转折 当然这个我们要去评估这个东西 不是说就一直在那边死牙齿嘴硬 不是 你今天一下来当然你就要特别留意说 这个结构有没有破坏掉 有没有破坏掉 好那整体刚刚跟你解析 就整体的架构来看 这个地方这个结构 看来它是没有破坏掉 好不管说你整体都 因为这个已经往下震荡结束 你不管它 就是说现在开始在这个地方怎么打底 怎么有机会往上震荡的过程 最后一段杀下来这一段 你秉除它是一个推动往下就好了 好那看来第一个这个也不太像 好不太像它推动往下 那等于它还是一个整理架构 那整理架构你在这个地方来来回回的话 应该还是就定掉它就是一个 在那个底部打底 在那个底部打底 那再从这个小时线来看的话 找看看有没有说 它有一个推动的脉动 看来也没有 这个不是说你把它定掉 反正我就是 就是照原来这样 中线关键转责 你要去评估 要去评估 你要去找一些讯息找一些证据 那中官刚跟你解析的来看的话 应该这样定掉是 目前还不用改变 那当然这个不用改变 重点在这个地方 如果这不用改变的话 如果说这个定掉完成 你这个区间是很大的 当然这个地方越是怎么样 越是整个盘式越是有气无力 其实反而越是要打起精神 越是要打起精神 这个结构 让我们近代就下礼拜 因为如果说它有机会我们谈到的 跟你主张的 它如果能够照我们规外的运行的话 应该下礼拜就会正式开始一路表态慢慢往上 会比较明朗会比较明朗化 那等于是今天就做一个傻盘 今天就做一个傻盘 好那谈到这个地方变成说 好这个是相对低的 对这个是相对低的 那选择权的部分的话 我说近期也没有那个主生段 推动的迈动好做 我们讲坦白话 选择权这个部分 那只能做怎么样 比较中短线的 比较中短线的结构 那我说这个timing交给我 那昨天也跟你谈到说 其实五月份的有机会 那你也不用过度去追高 它还是都会压回来 哇今天一口气压回来 几乎压回来 就再压回来 也是几乎是最底部 好现在16823 最底部才16813 等于又再测 完全全再测一次 可再测一次 是不是就改变初衷 并没有 因为这没有改变初衷 你就是我们从刚刚的 所有的分析去评估 去评估好 那既然这样的话 这个timing交给我 我说资金控管很重要 资金控管很重要 那昨天有一个淡书 我说五月份的选择权 有机会做嘛 有机会做 那今天今天它来了 来了当然我们会去操作 会操作 为什么 因为这个地方就是等于相对 比较低的地方嘛 那我们自然组装 它就是一个区间震荡 当然这个地方 我们会怎么样 会全力往上操作 会全力往上操作 那也可以谈到说 买的那个旅约价 不会买太 像以前我们都会买 就一个有一个波段 会买的比较深度价外 没有 我们这次买会比较稍微价平 因为这样的波动会比较快 波动会比较快 所以你那个资金控管要做好 这个资金控管你自己要做好 资金控管要做好 这个部分 好 那看期待 他有没有找到这种12.8倍的利润 18.5倍 就我们之前做的 好像21倍的 那我说现在可能没有 如果有那种9倍 9倍的也说不错 因为近期买的那个旅约价 会比较近 比较近你要赚十几二十倍 不容易 我们讲讲话不容易 那三四倍五六倍 找这个机会 找这个机会 好 这是齐全的部分 有兴趣认同里面的 跟上我们的脚步来 跟上脚步来 来 我们谈到个股的部分 好 那当然今天个股的部分 我们还是持续追踪下来 一样持股你就是精简精选 慢慢地朝向这个方向 因为最近量能其实也 没有那么足 我们讲坦白话没有那么足 没有那么足都2600亿 2500亿左右 那你要类股其样 其实不容易 不容易 那当然找现在 现阶段即将要涨的 因为如果说这个区间震荡开始成型的话 可能投入委员会就会比较有感受 会比较有感受 好 8478这个东哥有 我说这个地方4月13日 我们说137是上来的 就是第五波 第五波 有没有 好 这边123段 然后ABC这整理很漂亮 第五波137上来 他一路上来173 涨停恭喜会员涨停 然后到了187.5 4月15号上礼拜五 礼拜一一大早把它出掉 9月28分 这出在几乎最高了 市交会员出清9点28分 大概188.5 出完 这当天出完 当天一路下来到167 那我说这个为什么要出 而且这个点 其实这个在前天就已经大概先预告 而且也大概主张好准备要出 那这个出了漂亮188.5 最高在189而已 那出完了167 当天我这差了十几% 二十几块 好 那为什么要出 这个因为他第五波他12345波 细微波推了五小波 结束了 这一段结束了 那他需要整理 那我说这个整理的过程 你不要再去追高 像那种一拉回来167 他隔天又冲得很高 你又去追他又 有没有8478 这种都是大概屡四不爽 每次都这样 你看这一根 这一根 188.5我们出 他当天下来167 隔天他又大涨 又跑到18级 你又追出去你还又追高 他今天来到157 头发今天来到157 那这个结构 当然日线你可能这样比较没有脉动 我们看小时线 小时线就这一段 这边12345 你看这个第三 是不是有个小的12345波 很漂亮 头发这个结构很标准 那这一组结束了 这一组结束 他做一个ABC回来整理 那ABC回来整理 我们为什么会一直去追踪它 是因为假设说 这样第五波出去从137这里 那第五波的第一个脉动 如果结束了 你这个整理下来 看有没有机会开始往上走 一个5至3波 5至3波 那就是又另外一组脉动了 所以变成说这个拉回 我们会趁拉回 比较低的地方会去怎么样 会去找买点 会找买点 因为也是两个理由 两个理由 第一个理由 当然比较大的理由是 我们看日线 第一个比较大的理由是 这个第五波开始推到5至1而已 那拉回来ABC回来5至2 再往上走5至3 那就怎么样 大获全胜 那如果没有 好这个第五波 就这样一点点也没有关系 那他整理一个 第一个ABC回来 你这第一次拉回应该还有机会 再往上弹一个小米波 所以你布局的点位 第一个要拉回来再布局 不要追高 不要 那今天回来了 今天来到157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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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结构是变这样 这一段一样没有变 这一段没有变 我们就等于是出来这一天 然后他拉回来 这边整理一下 大概类似一个小ABC 类似一个小ABC 这个地方 这地方的话 在布局应该短线的风险就比较低 而且他就我们跟你谈到有两个理由 往上操作 有两个理由往上操作 好 这个是8478的东哥游艇 东哥游艇 来 那610是这个创围 他说这一档创围 之前这个地方我们一路做做做 做了N次 610是创围 好 那个已经过去很久了 好 那不管 那他从建高点333.5 也一路拉回来 拉回来很多到220 差不多到220 那这个长线结构 我说这长线结构 当然这个地方 这个是最乐观 从220开始往上走3至5坡 那不得了 因为这个是大组生段 这个第一坡从这边 第一大坡 第二大坡 这个全确定 第一 第二 然后如果说他12345 那就结束了 不排除 头不排除 可是这个结束我们也一样 说有两个理由 你这个拉回来 应该还是可以做多 为什么 你这边12345结束 他第一次拉回来A坡 应该还有机会有个B坡往上 因为他这边已经拉了100多块了 已经有100多块了 这个是周线 我给你看这个 它怎么拉回 从最高333.5 A B然后C坡 12345坡 那这个地方为什么 他有机会止跌 那C坡大概走了五小段 如果没有扩原的话 大概就最低 是有机会 所以那个地方 我们会倾向往上 偏多操作 那我说有两个理由 你说好 长线来看 你这一段先短线有机会止跌以后 对不对 220好 那长线的话 这边220假如这一段止跌 那你如果12345坡 那得做一个小B坡 那我说最乐观 当然是3-5坡开始动 这个如果3-5坡一动不得了 那这档股票 有没有那个条件 重点是这个股票有没有条件 其实我们看一看看一看 最有条件一路在网上创稿了 6104 因为他整个后面的营运动 确实是等于是类似 他那个很亮丽 很亮丽 这个部分 然后整个欧盟现在 整个Type-C的部分 也其实即将怎么样 通过 也就是说就是 甚至连苹果机 iPhone都需要用Type-C 这个连接的部分 那当然6104创尾 当然就有机会了 差不多就有机会 好 那当然是比较乐观的部分 当然这个 现在还早 这种结构还早 当然你在底部先布局 那看他怎么 接下来怎么来开始震荡 怎么来开始震荡 那这个地方 其实他220 见低也整理了几天 220他上来228.5 又上来235 然后他又拉回来 拉回来以后 他又上去229 左翼又冲到239 然后今天又拉回来 一样又拉回来低点 来我们看一下 他小时线的部分 这个是他的日线的部分 来 那这个当然是 我们讲的ABC这一段 1235波 我们看看小时线 小时线 在这个地方 从333.5 ABC然后C波下来 12345段 这个地方看来 都还是在一个 打底整理的结构 因为我们可以强调说 其实他很多个股 从底部要正式起涨上来 当然他需要时间在底部打底 在底部打底 好 那他今天又回来一次 可是这个20还是在这个地方 还是 等于他现在是拉平 一个拉平 那现在有一个 就是说 12345波 老师他万一扩炎 那不是123 然后这边又扩炎下去 他现在一路拉平拉平 其实这个轨道大概 已经慢慢越过去了 比较明显越过去 他这个也是一个利基 对于多头来讲的话 他这样的结构 比较不容易再扩炎 比较不容易再扩炎 这6104的创围 当然今天盘式不好 他整个拉回比较深 拉回比较深 那好 没有关系 可是整个结构来看 其实这个地方还是有机会 他是一个相对低档的 一个起涨区 一个相对低档的起涨区 这6104的创围 6104的创围 好 那我们看641的经验 也是一样 差不多这个也是 他的结构跟创围 几乎一模一样 只是说这个股票 我们是也没有规划 他能够有机会再推一段 比较不容易 比较不容易 可是跌深反弹很有机会 跌深反弹很有机会 因为他这个结构建高点也是302 他超过腰斩了138 138 302的138 那他是一个AB 然后这位西坡式也是一个1235段 那我说他有空间 是因为他是大中小 大中小 所以这个反弹的幅度会比较高 会比较高 所以值得做 641的创围 来 641的经验 这个结构日线也是这样 我们看他小日线 这个结构 其实还算标准 A波在那边 A波B波有没有 这个C波下来 这种架构 这个更远了 如果这个更远了 这没办法看 因为我们就直接看日线就好 看我这个图好了 我这个图最标准 如果这个图最清楚了 最高点302 A波B波294 下来你看这边有一个1345下来 这边一组卖动 这边有一组卖动 这边有一组卖动 这整个斜率斜率不太一样 他是一组卖动 一组卖动一组卖动 那这间队当然也是需要打底震荡一下 打底震荡一下很有机会往上 而且这一弹大概就 我说那个大中小 他弹的幅度会比较高 是在一二波之间 不是三四波之间 是在一二波之间 不是三四波之间 那所谓我跟你讲 那个波形比较特殊的波形 是大中小的结构 是大中小的结构 这是6411的经验 那其实这个结构 它的位阶跟创伪的位阶 其实是很雷同 非常类似 那现阶段我们为什么会去调那股票 因为我说这个大盘的部分 这个要搭配大盘的想法 我说大盘的你在这个地方 它有机会出现一个中线的关键转 如果你看这一段 不管它是震荡往下 还是反弹 再又是震荡往下 很多电子股 比如说我们刚刚讲的创伪 创经验 其实是都完全没表现的 完全没表现的 当然我们也从来不会去讲这些股票 可是现阶段它整个 我说它一个完整结构出现 完整结构出现 其实就有机会 那有机会搭配 我说现阶段其实电子股是怎么样 弃之如必喜 投资人 那你越是怎么样 看似危机越是正式转机 肋骨的也一样 肋骨也一样 所以我认为这一段的一个 比如说这一段的一个 中级反弹 中线不是中级反弹 中线的反转 当然这个反转也许会只到这里 或者不一定 就是说它一个相对低 然后也许会一个区间震荡的话 其实主流反而会回来电子股 会回归电子股 这是我们会去挑这种跌很深 然后它后面营运动能 确实都还依然存在的 表现都还依然亮丽的一些个股 那当然最代表就这两党 61的经验跟6104的创委 那整个结构 整个技术面来看也是几乎落底 也是几乎落底 这个结构61的经验 那美食的话这边123段 一样这个地方大概正在整理第四段 那没有问题 应该还是有个第五段 这是1795的美食 其实它相对都还强 今天大盘中的它 前两天都中的它也是都还维持在这高档 1795美食 有没有都至少还在这个地方 这个顶多高档整理 应该这个高点不会是高点 这个高点不会是高点 这1795的美食 好 那安吉也是 2月8号次数上来到66.5 这是3-3结束 那结果它拉回来 我说你拉回来站买房 它又冲去做过高 67.1 6477 这个架构 很漂亮的一段是在这个地方推动 1 2 然后3-1 3-2 现在3-3 这个整理3-4 应该继续有个3-5 那个结构大概还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好 我说个股的部分 这个地方 大盘这个地方 因为很多人看不太懂 其实反而要把握 我说你越是有气无力的盘 越要珍惜 越要把握 好 今后办案战法 这有搭配6片的教学DVD 有兴趣的 也欢迎来电洽询 还有这个年度的这个技术班 5月29在台北 有兴趣的也欢迎来电报名 我们先休息一下 波浪有诀窍 进化才有效 黄老师经年多年 波浪理论 手创进化波浪 更胜波浪 宛如阿基米德的支点 转动全世界 让您赢在 普世的起跑点 知情车线 27810909 27810909 我们知道 您在乎的是绩效 也了解您 关心的是竞争力 变大一固 永远值得托付 02 27810909 27810909 黄老师 波浪操盘术 一套功夫练足 轻松创造绩效 超值2.0 卖于送吊杆 股市长盛军 就是你 咨询专线 02 27810909 27810909 我们知道您在乎的是绩效 也了解您 关心的是竞争力 变大一固 永远值得托付 02 27810909 你们知道吗 台湾即将迎来新的里程碑 是什么是什么 这件事和你们都有关系 就是您把成年年龄修正了 那会有什么改变吗 改变可大了呢 从112年1月1日起 满18岁就是成年人咯 而且男性女性 一律满18岁以后才能结婚 成年人就能自行签契约 租房子到银行开户 不过成年人也要对自己的 欣慰负完全责任 做任何决定前 都要多加思考哦 我们会赶快去了解 全力义务 迈向成年的第一步 回到节目现场来 这个地方虽然今天拉回来重挫 我们这个地方刚仔细给他检视 他应该还是属于一个震荡的格局 既然是震荡格局的话 这个地方还是一样 维持我们之前的一个主张 有机会它是一个 比较关键的中线转折 下礼拜就会比较明朗 任同理念跟上我们的脚步 最后不断站 把这有搭配6篇的教学DVD 有兴趣的也欢迎来人恰询 还有这个年度的一个技术班 好 这个也欢迎来人报名 祝大家周末愉快 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神圣评估并自负 投资风险 创意比赛竟在运通 破浪有诀窍 进化才有效 黄老师经年多年 破浪理论 首创进化破浪 更胜破浪 宛如阿基敏德的支点 转动全世界 让您赢在 普世的起跑点 知情车线27810909 27810909 黄老师波浪操盘术 一套功夫练足 轻松创造迹象 超值2.0 卖于送吊杆 股市长盛军就是你 咨询专线 02 27810909 27810909 谁说有钱人不做期货 期货是最佳必选工具 运达指数 02 27810909 27810909 大家好 我是食药署署长吴秀美 目前陆续核准 家用COVID-19检验试剂产品 民众可以到药局 药种店等合法通路购买 购买时注意外盒的防疫专案 核准字号 效期 使用前详阅说明书 并洗净双手进行裁剪 裁剪后将